谈到抑郁症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丘吉尔称有一句名言 抑郁就像只黑狗 一有机会就搅住我不放 对于抑郁 安德鲁·所罗门这样真切地描述道 我发现自己失去意义 在每个人都没有意义 我不想做任何的事 我以前曾经想做 我不知为何 反正的抑郁是不幸福 但练习 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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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刻 每个人都做了 似乎太多的工作 我回到家 我会看到蜡线燃热门在我的按摩机 and instead of being thrilled to hear from my friends I would think what a lot of people that is to have to call back or I would decide I should have lunch and then I would think but I'd have to get the food out and put it on a plate and cut it up and chew it and swallow it and it felt to me like the stations of the cross and finally one day I woke up and I thought perhaps I'd had a stroke because I lay in bed completely frozen looking at the telephone thinking something is wrong and I should call for help and I couldn't reach out my arm and pick up the phone and dial and finally after four full hours of my lying and staring at it the phone rang and somehow I managed to pick it up and it was my father and I said I'm in serious trouble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从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出 安德鲁丧失了往日的兴趣 日常生活缺乏活力 甚至连吃饭都觉得繁琐 后来他行动迟缓 视之僵硬 连接电话都变得那么困难 安德鲁为什么会出现 这些抑郁的症状呢 今天我们就从多方面 来了解抑郁症 我们所说的抑郁症 严格来讲是抑郁障碍 简称MDD 它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 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心境障碍 部分患者可能遇到明确的 复兴生活事件影响 如失业 离婚 工作不顺利等 但是部分患者心境低落 与其促进不相称 比如经济地位 目前生活环境都较好 没有任何原因和生活事件影响 总是表现出情绪消沉 闷闷不乐 缺乏乐趣 兴趣 悲观厌思 自杀的念头日积月累 甚至出现自杀行为 部分患者有明显的焦虑 严重时还可能会出现木僵 幻觉 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抑郁症平均起病年龄为20到30岁 不同国家发病率越有不同 2019年 全国最新流调研究数据显示 MDD的终生患病率是6.8% 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MDD的终生自杀风险为6% 全球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 这个数目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多 另外 慢性躯体疾病患者中 抑郁的发病率也极高 普遍都在30%以上 像脑筑中 心肌梗塞 以及癌症患者的抑郁发病率 都在40%以上 提示我们 治疗躯体疾病的同时 更应关注情绪问题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抑郁症 目前认为 抑郁症的发病与生物学遗传因素 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基因遗传是目前已知的主要因素 约占发病因素的35% 抑郁症的遗传度约为30%到40% 女性的遗传风险似乎高于男性 如果家庭中有抑郁症的患者 那么血缘关系近的家庭成员 患持病的危险会更高 可能是遗传导致了抑郁症的抑郁性增高 生物化学因素也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因素 其主要理论是单胺假说 单胺类神经地质 主要包括去甲身上腺素 五腔色胺和多巴胺 它们各时其辙 多巴胺调控内分泌急速水平和情感的平衡 当多巴胺含量下降 与受体结合作用受到抑制 会导致患者内分泌功能紊乱 缺乏快感 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从而导致郁症的发作 去甲身上腺素可以增加人的活力 去甲身上腺素含量低的时候 会通过一系列机制导致钙离子的浓度上升 进而抑制去甲身上腺素的合成 其水平下降加重抑郁障碍 五腔色胺 调节情绪 记忆力 当人体内五腔色胺水平较低时 五腔色胺受体自身表达增加 导致五腔色胺的活性和释放下降 脑内各项调控活动随之失衡 导致抑郁发作 加压素 简称AVP 过低也可能是产生抑郁症的一个生物学因素之一 AVP在四交叉上合合成 维持充分的HPA轴的激活作用 AVP促进皮子唇的释放 并调节生物中活动 当合成释放减少或者功能不足 导致抑郁症患者生理节律的紊乱 思维以及情感活动的异常 而产生抑郁症的发病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也参加抑郁症的发病 VEGF可增加成人海马神经元的增值 与成年人神经生成的血管刊假说相关 也参与神经元存活 保护分化和轴突生长等过程 VEGF也可直接作用于神经元 起到神经营养作用和神经保护作用 慢性压力刺激导致神经元受损 机体产生内在自我保护功能 VEGF表达量会上升 抑郁症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 有学者提出抑郁症的炎性假说 临床证据也表明 促炎症细胞因子通过降低大脑关键区域的神经发育 和神经地质水平改变可以直接损害神经可硕性 抗郁疗法可以下调由于压力和抑郁引发上调的炎症相关信号通路 藏道微生物影响大脑以及行为的假说机制也提出 在压力与情绪下 细菌产物通过血流以及常年膜免疫细胞释放炎症因子 胃肠激素释放五腔色胺等等 影响肠道生理以及肠道菌群稳态 从而改变肠道菌群构成 影响菌群的基因表达 或者改变细菌间的信号传递 导致细菌组成以及活动的改变 微生物通过神经免疫以及新陈代谢环路 传入神经通路影响大脑 抑郁症患者常共患肠道肌肉综合征 IBS IBS的症状也是心理压力在胃肠道的一个典型表现 研究发现 抑郁症患者的双齐杆菌数量明显低于健康者 乳酸杆菌总菌数也同样偏低 提出胃肠道菌群失调可导致抑郁症的行为 抑郁症的脑区杏仁核活动异常假说 提出 以皮子唇前额叶为中心的认知脑 和以皮子下杏仁核为中心的情绪脑 应该是相互依赖而无法分割的 与情感有关的脑区 也参与认知 而与认知有关的脑区 也参与了情感的调节 两者相互整合 共同参与心理活动和行为的调控 抑郁症患者表现为性人和情绪脑过度兴奋 导致抑郁的产生 抑郁的成因除了生物学因素影响 还包括人格因素 下面我们来看看哪一些典型人格特质的人 容易患抑郁症 首先是完美主义的人 更容易患抑郁 对自己和外界事物都要求很高 完美主义者认知关注在不完美的细节上 哪怕仅仅1%的不足 他们会放大消极信息 无视99%的完美 另外内向多愁善感的人 也容易患抑郁 林黛玉就是典型的多愁善感 虽然天生充慧 却也有着丰富的消极体验 这一人格与他后来的抑郁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在童年中遭遇创伤事件 更容易导致自卑 低自尊的悲观主义的人格特质 在认知行为疗法中 这些悲观的想法正是抑郁症患者核心信念 也是需要矫正的地方 否则极易导致患者自杀 拒绝敏感性增高也容易患抑郁症 因为他们会对他人的拒绝 产生过度的情绪以及行为反应 他们总是焦虑地预期自己 可能会被拒绝 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一旦得知对自己的评价不好 就会陷入自责和苦闷的情绪当中 应激压力事件对抑郁症也有影响 如果持续处于暴力忽视虐待 或者贫困的环境之中 那么更可能会加重抑郁 通过本次学习 我们了解到抑郁症的概念 流行病学的特征 并从生物遗传 心理 社会因素 分析了抑郁症的成因 通过这次的学习 同学们对抑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本次课程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学习抑郁症的症状表现 以及如何诊断抑郁症 我们下节课程中 我们下节课程中